大家好,给大家看一下我晒的蘑菇 这是从超市买回来的蘑菇 我把它切成了片,然后放在阳光下晒了一整天 这是今天晚上回来,太阳已经下山了 我这一盘蘑菇原来摆得满满当当的 但是现在已经晒干了,都是这种收缩的状态 为什么要晒蘑菇呢? 因为蘑菇在太阳光下,尤其是紫外线的照射之下 它会生成维生素D,跟人体是一样的 人在太阳光下直射,晒十分钟左右就能产生大量的维生素D 蘑菇也是一样的,它自己其实也是一个生命体 它会在紫外光的照射下,因为自我保护而产生非常多的维生素D 这样我们在吃这个蘑菇的时候,就顺带的补充了维生素D 蘑菇晒了之后,所产生的维生素D含量非常非常高 可能比我们吃的那些买来的保健品当中的维生素D含量还要多 而且是天然的,纯天然的健康的维生素D 也就是说,其实这是让蘑菇来代替你来受这个罪来晒太阳 因为太阳当中的紫外线对我们的身体来说,其实也是一种伤害 它会比如说引发皮肤癌啊等等 如果说你自己不喜欢晒太阳,或者没有晒太阳的条件 那让蘑菇来替你晒晒太阳,同时你能补充维生素D 又美味,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谢谢大家